佛教講法心 到底法心是什麼呢 法心就是一種叫做立志法源 人生不單是說學法 在我們生命之中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立志法源 有了立志法源 我們人生才有方向 所以有了方向 我們才能夠謀求到這個成功 到達這個美滿的人生 學法的道論 學法的道論上 道路上怎麼能夠缺少了這個法心呢 所以這個立志法源 是我們學佛應當有的 立志是人類的一種尊嚴需求 以自我實現的需求 尊嚴需求 就是對自尊、他尊、名譽等尊嚴的需求 自我實現的需求 就是能將自己身心特徵 和我們的吾聲 顯示出來 活出我們自己 是一個最高超 最不容易做到的情次 所以學佛的人 立志、發心 做什麼呢 一般上 初初學佛的人 一定會立這種自願 就是言斷一切惡 言收一切善 所以這種基本的發心 學佛地址 就一定要做得到 那麼立志、發願 就是一個方向 立志 也可以視為信心的起動機 如果人 沒有了信心 就不知道目標是什麼 失去了方向 所以立志、發願 就是為個人一種的承諾 我們為自己承諾了 尼處說 我追求佛道 我一定要得到佛我 這是一個承諾 為修道上的一種增償願 為完成佛果的功德行 因此 在佛經裏面周氏提到這句說話 信為道願功德無 掌養一切知善法 所以這個信心啟動了之後 我們就立這個大志、大願了 就好像我們釋迦牟尼佛 當初 他成為這個 修魅陀 這個修行者的時候 求一次 他遇到這個閻燈法 就在閻燈法的腳下 就許下了這個偉大的立元 所以有了這個大願 推動他 使他在多生劫裡面 不斷朝向這個佛國 所以我們學佛的人 一定要發心 發心容易 慈心難 為什麼呢? 因為修行的道路上 有很多的考驗 所以我們學佛的人 就要知道這個信心要堅強 因此我們就要發怨 所以因此說 信、緣、行 是我們修道上必定要的一種因素 如果沒有了這個信、緣、行 我們修道的路上 我們修道的路上 學佛的道路上 就會受到考驗了 信、緣、行 它就是一個因、一個果 先有信心 然後啟發了 我們立這個願 有了這個願 我們用實踐、實行 去達到我們的目標 所以說這個信、緣、行 三大步驟 是一個學佛者的啟蒙 我們學佛的人 如果能夠注重在這個信、緣、行 不斷地朝向我們的目標 肯定的 我們一定能得到一種解脫 所以說這個信 就是信自己 信自己 我們要自信心 相信自己有這種前能 我們不要看小自己 以為自己還不得到 剛才已經說了 我們學佛呢 就是一個儒變的旅程來的 所以這個人生裏面 我們一定要改變 所以要改變的 改變什麼呢 改變我們這個信心 自信心 相信自己 可以做得到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不要輕視自己 以為自己是一個無用的人 認為自己是一個不能夠成就到的人 所以我們一定要改變這種心態 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 然後我們發這個大願 願一定要 到底我們發什麼願呢 怎麼來發願呢 在佛陀的教法裏面 就有這個叫做十福行的法 我們叫做達師本一基里一 阿童 這個就是十福行 所謂的十福行 一就是報師共養 二就是延遲靜階 三就是收集禪頂 四就是常行禮敬 五就是服務眾生 六就是回鄉分享 七就是隨起讚賀 八就是這個叫做樂文佛法 九就是說法不掩 十就是長詞這個政見 所以這十福行 是這個信言行裏面的第三個 就叫做十福行的法 所以我們要行 一定要用這個十福行來行 十福行是什麼呢 其實十福行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叫做十大願 佛陀佛法 就以這個詩、戒、定、三福業為這個降遙 擴展到十福行 以十福行引領眾生到達圓滿幸福的境遇 所以這個十福行 在我們學佛裏面 是一個很踏實的一個步驟來握 裘星說 十福行就是十大願 如何見得呢 我們這次你看這個表 大家就認識了 所謂頭一個布施共養 就是十大願裏面 抱怨無殺 一者 講修共養 二者 稱讚如來 所以這事呢 就有慈戒 三 就是禪定 就是慘悔業障 四 就是禮敬 禮敬諸法 五 就是利益 行順眾生 六 就是隨喜 有隨喜功德 七 回向 八 就是文法 請佛住世 九 就說法 請轉法論 十 就政見 上遂佛學 所以 南傳和北傳 大家都是一齊 共同發這個大願 以這個信言行 去實踐這個十福行 或者是十大願 所以十大願和十福行 是一體的 只不過是他的名相上有所差別